從過往的天馬座行動和玫瑰園訊息 我們已經理解到 其實歷史並不如教科宣上所記 由偶然的事件串聯起來 而產生國家興衰的過程 甚至整個世界發展的進程 相反 歷史的時間流是傳言掌管在神的手裡 為了一天都不偏差地成就神的計劃 此外 我們也理解到 神的計劃自一開始鋪設眾星 於一萬二千年前建立基薩金字塔 已經讓我們知道 神的計劃是與超時代知識所製造的謎題有關 並且也成為了人類的分別善惡樹 不但如此 他還藉著過去的君王、十王 讓他們在不知道謎底的情況下 不停地建造成為撤謎者 繼續興建眾多謎題 為了成就於末後世代中 一群藉著解謎而得著王者資格的長子 另一方面 當人類看到歷史上眾多充滿智慧的建築物的時候 大部分人只是從書中得知興建的背景 視為古人宏偉的建設 連當中隱藏的密碼 都完全不知道 完全見不到 事實上 如果沒有聽過2012榮耀盼望訊息的話 相信 大家也只能倚賴教科書的內容 去認識這些建築物 簡單而言 就是如書中所記 將這些事情看為偶然 並且 不同地方的建築物 各自並無任何關聯 與其他成千上萬的建築物一般 無任何實質意義 但是對於部分聰明的人而言 他們細心察看 尋找出撤迷者的心意 原來有秘密隱藏在建築物的結構當中 並且 應用了建築者當時代 並未存在的智慧 記載著幾何 高級幾何 甚至拉線的準確數值 足以證明 這些撤迷者的聰明程度 是超越當時代的人 原因 當你嘗試思想一下 這些謎題所牽涉的事物 並不是寫在紙上的一條題目 也是從一片土地之上 興建一個建築物來成為謎題 並且 用建築物的形狀 方位 興建及落成的年份 拉線 甚至將建築物以數字五和六切謎 再者 三藩市的名字 本身也已經是一道謎題 因此 當中所涉及的 並不單單是人力 物力 和財力可以解決 最重要的 就是加上超越時代的智慧 才可以想出這些謎題 例如 金字塔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雖然是一個設計 和興建於一萬二千年前的建築物 但是圍繞著金字塔的數值 卻明顯經過刻意的精深設計 金字塔的高度 481英尺乘2 就是962 等於所羅門王星底建成的年份 公元前962年 並且金字塔的數字 可以計算出化原為方的數字 3022 加上它的拉線距離 代表2009、2012、2016三個年份 而金字塔本身 就是對比獵戶座 內裡的窗戶 就是對著獵戶座以及天狼星 試問 世界上誰有智慧可以把所有數字 放於基紗金字塔 並且以現時的科技 亦不可能興建如此龐大的建築物 但是 它卻早於人類出現之前 於一萬二千年前已經已存在 並且 當人類出現之後 建築並沒有停止 相反 歷史中 更多隱藏共同信息的建築物出現 甚至這些建築物能與時並進 彷彿幾千年歷史當中 也是由同一群人負責設計 就是因為這種超然於人類的智慧 讓人百思不得其解 為什麼這一群人 要不斷興建這些建築物 就算知道當中隱藏著重要的秘密和數字 但是他們不知道這些數據所帶出的真正意義 在他們手中 仍然只是一幅有一幅的零碎稅件 他們知道這些重要稅件 但是時間流小 幾百年過去 這些稅件就像秘密一般 無人知曉 其後 部分更聰明的人 看出眾多的建築物當中 雖然橫跨不同的時代 不同的地點 亦存在不同的數字 有一萬二千年前的金字塔 自巴黎的建設 美國的建立 香港的規劃 當中所隱藏的 亦都是一脈雙城的共同信息 亦都就是說 這些稅件 是可以拼湊出一幅完整的圖畫 但是 就算到達這一步 他們亦都無法理解 究竟花費這麼多金錢 時間 心力所隱藏的共同信息 其實是什麼信息 這幅大圖片 其實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這一種連貫歷史 連貫不同地域 不同建築物的信息 實在太超然 因此 這一群聰明人 亦只能夠成為陰謀論者 猜想建設者的目的 是為了搶奪國家的權力 搶奪人民的財富 但是 這些建築物的設計者 既然有著世人所無的智慧 能夠安住他們的心意和計劃 於不同時間 不同地點任意興建 這個看來 這一群撤迷者 早已是君王的級數 絕對不需要設下不同的謎題 使他們於幾百年後成為富翁 因此 十謀隱藏在建築物的信息 對於處身於時間流短暫一刻的外邦人而言 假如不認識神 憑藉自己的思想 並不知道世界被造的時候 最重要的目的是什麼 所以 他們就永遠無法猜到共同信息的謎底 和答案是什麼 當然 這個並不是一幅藏寶地圖 亦不是外星人探訪人類所留下的痕跡 而是指向一個歷史最偉大的目的 就是神的計劃裏面 最後將要出現的一群人 一群能夠承受鐵杖核管列國的能力 能夠被提到神寶座前 擁有藥室 但以你級數的智慧 成為秘密揭示者 解開歷代歷史以來 君王所放下的謎題 神眼中的長子 正如主耶穌來到之前 《救約聖經》所隱藏的秘密和預言 亦是指向一個身份 就是張曉尼的救主 當主耶穌出生之後 祂的人生、祂的事跡 正正就是滿足這些秘密和預言的內容 事實上 對於神的計劃而言 與末後日子 最重要的部分 當然也是這一群能夠得到 鐵杖核管列國的長子出現 就是終於有一群人 得著重生後 能夠如主耶穌一般 藉著愛神 跟從神 拿開人生一切的攔阻 成為神的長子 這就是神眼中 倉斥地球的最重要目的 也是十皇所有建設的共同信息 例如神赤立星獸 除了技術人類歷史的進程外 就是解開啟示錄的鎖匙 當中 就是指向2012信息裡面的星際啟示錄 有例如 12000年前建築的基薩金字塔 藉著拉線 當中講及2009、2012、2016的事件 正正就是指向2012信息所開始 以及結束的年份 有例如 法國巴黎的建設 當中所隱藏的密碼 包括 ISIS 聖殿 金字塔 犧牲 玫瑰 聖誕節 這些正正就是啟示錄當中 虎人搭下嬰孩的事件 有例如 美國的建立 更是密碼大集合 包括 ISIS 4794 大國洗 金字塔 電影《回到未來》 Bakkaru Benzai 也隱藏眾多關於一班人身份的文碼 包括911 2015年 88 時空穿梭 香港 天馬 騎士團 百多年前 被英國所搶奪的香港 所有的規劃 就更是美國拉線 4794的答案 單單是4794的拉線 以包括聖安教會的聚會地點 觀日地點 牧師的住處 以及2012信息 再者 規劃當中 也以美國5月花號的成員 作為牧師住處的街名 牧師讀書的地方 也被規劃過 牧師順著的教會所在的新興五月花 也與五月花號有關 元朗的太陽飛馬球隊 及後的香港飛馬球隊 以至由西區海底隧道 至機場的整個玫瑰園計劃 所有的密碼 亦是指向於香港這片土地上 一班人的身份 以及他們的事跡 到了這一刻 歷史上眾多千古米題 終於解開了 正如主耶穌尾出現之前 所有有關主耶穌的預言 並沒有人可以正確解讀出來 原因 這些預言 是描繪一位將來才在世上出生的特定人士的身份 同樣地 遇上千年之中 十王所興建的建築物所隱藏的密碼 全部只是碎件 沒有人能夠解明 甚至 他們控制歷史 引發第一次 第二次世界大戰 藉此讓他們 於百多年前取得香港 規劃香港 建設香港 但是 於入華牧師出生之前 所有的文碼 也只是謎題 只是碎件 沒有人能夠支曉當中的意義 甚至 連建造這些謎題的Fremation 也不知道當中的意義 直到現在 石岸教會被建立 甚至 最後一刻 終結的音樂 因為 歷史上所有的謎題 也已經解開 沒有再留下其他謎題 當撤迷者 用全人類幾千年的歷史完成撤迷 解迷者於末後日子 用最後一刻完成解迷的時候 伴隨著眾人對神的讚嘆聲和掌聲 就是歷史舞台謝幕 鐵像管核烈國的小孩 被接到神寶在的時間